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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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便去找 穷则变 变则通 只要变便便通 所以从事艺术或任何行业 其实很有趣 你不够总会有出路 我经常觉得上天不会封所有路 有没有什么特别 你觉得 哎呀 如果我当时不是这样做就好了 又是那句 中国人的自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经常记住 就是你错了你才学懂一件事 你错过你就知道什么叫错 就是大家也不要介意做错事 或者也不要介意别人做错事 因为大家都错过 大家都年轻过 大家都在不同的阶段都会犯某些错 其实是提醒我们如何去做对 对同错 老实说首先 你对错是没有一个绝对 第二 哪有人不犯错 如果你顺利 所有东西都对 你不知道问题在哪 你不知道有问题 甚至乎 有些人很幸运 过了关 你不觉得做这件事有问题 但是好了 当你这边又出事 又做错了 下次不要这样 这样就死定了 这样就这样死定了 你反而成长 我觉得人生是一个这样成长的过程 反而不是我要做对所有的东西 顺利走到尾 这样就很惨 人生就不知走那条什么路 为什么要顺利 我今天死了 人生好像百个人 反而有时某些错事 其实是令你不断去丰富你自己 做人 一定会找一样你喜欢做的东西 你喜欢做 你就会做得好 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做一样不喜欢做的东西 会做得好 你真的喜欢做 那你赚了 老板又出钱给你 你又在做你喜欢做的东西 那你想怎样 是吧 老板不如说 你喜欢做的东西 不如你赚钱我 应该是吧 不是的 我觉得整件事 就算你红与不红 将来有没有成就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 就算你做十年之后 你不做了 你不做演员 出去转行 或者发展得不如意 其实这十年你都赚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做的话 你还能做一样 你就不要吃了 你还能做一样 你就不用开估计 你还能做一样 你还能做一样 你还能做一个